光年期间部落旅外族人亲友也都返回故乡团聚 玉里镇铁份部落同步干部也趁这个机会召开部落会议 尤其争取多年的部落聚会所建制案议题 部落族人高度关注之外 立委正天才 议员林玉芬也亲自到场关切 针对用地问题出了棋盘主人齐心协力 并表示也将从中央到地方着手来协助部落协调争取 过年期间大家忙着团聚欢庆 玉里镇Avid铁份部落老少确实严肃共聚 召开今年第一场的部落会议 因为族人行行念念的部落聚会所议案 争取多年却都没有进展 部落族人很是关心 到现在已经不到几十年 三四十年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年轻 过年新年回来提供 看有没有办法再做一些很好的工作 部落头目张寿福说 争取三十多年期间部落早已规划设计好聚会所的建筑样态 现在就卡在会所处置问题 部落族人伤透脑筋 立委正天才与现议员林玉芬高度关注 牺牲假期亲自到场 林玉芬现场协助部落清查选址 厘清作业流程才能够有效按部就班来解决用地问题 无论是任何一个方案我跟郑年财委员都会来努力 来为我们阿费聚会所的这个兴建来努力 那当然就是第一步就是土地的取得部分 我们希望过年后能够有一个具体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走土地拨用 或者是各方面的还要变更 土地拨用之后要变更 变更之后要设计 设计才能够争取到真正的机会 来去变成卫所 那这次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 那也有一个土地的一个方向 我想都是一个好消息 阿费的贴分部落聚会所征设一案 立委郑天才直指在用地未取的之前 仅有部落聚会所建物设计图也是空谈 在初步听取部落提供可能用地后 除了是期盼族人齐心协力 郑天才也进一步表示 也将从中央到地方着手来协助部落推动争取 那因为新建的地点 现在涉及到这个所有土地出租的这个乡亲 怎么样让这个乘租的土地能够终止租约 然后这个相关需要补偿给地主的 也要做适当的补偿 然后有了土地之后就开始要去规划设计 还要争取这个花冬基金的经费 这个是从部落到政公司到县政府到中央 共同的来去协调来促成 争取超过三十多年 今年新春召开的部落会议中 阿菲提芬部落又重新燃起了意思式的希望 部落族人与现议员林玉芬立委 曾天才合作分成负责各司其职 解决用地 审办作业以及计划经费的争取等等关卡 期盼四年后能议员铁粉部落族人的梦 新年快乐 阿菲提芬所采访 这个是所有人 预政采访报道